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游说财经 我是大游老师 最近大游老师跑到电影园 花了三个半小时 看了一部充满无大镜头的野生动物纪录片 阿凡达 谁知道 在13年前上映的阿凡达里 就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剧情 比如为什么Jake Sally 在和少数民族少女那天里坠入爱河之后 就忘记和全村商量拆迁的事情 结果引发大规模跨主族军事冲击 又比如Navi一族藏在电子里的神奇USB 如果不小心绑到了亲朋好友 会不会产生临时纠纷 当然这些都是小问题 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用胯下的大鸟解决的 如果有就说命的鸟儿还不够大 跑点了 这其中最困扰大游的 其实是Pandora星球上的通货膨胀问题 首先Pandora星球特产的悬浮石 Unobtainium一公斤要卖2000万美元 以地球上的矿资源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做对比 澳洲每年出口的各类矿石总值 约为1630亿美元 这也就是说 巴敦悬浮石就等同于澳洲全年的矿产出口总值 如果用Caterpillar牌的巨型矿车运输 那么运满一车就相当于澳洲50年的矿产出口总值 其次 在阿凡达水质道中出现的类似鲸鱼的巨大生物 其大脑中提取的精华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功效等同于红烧唐长老 所以一罐可以卖出8000万美元 作为最奢侈的保健名这个价格确实也算崩饱 第三食品住宿交通和基本的商品服务都极度溃乏 所以物价肯定是高到不敢相信 另外加上水质道中出现的巨大人类殖民地 建立该殖民地过程中所需要的基建原材料和各类人力和物力 在创造巨大GDP产值的同时也助推了可怕的通胀 而被资源开发局RDA调选到Pandora星球上的工程师 矿工和各种非战斗人员都必须经历5年的太空飞行才能到达目的地上岗 那么薪资和待遇方面肯定也是远远超出地球老百姓的水平的 特别是参加安保工作的雇佣兵更是随时面临被各种奇争异兽送走的危险 那么现在一个完美通胀风暴的所有要素已经齐全 高物价 高收入 高资金流动性 再加上Pandora星球上压根没有央行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调控经济 更别说加息和凉化紧缩了 地球人对Pandora星球上资源的掠夺更是直接推动了军工产业的蓬勃发展 歇式直升机AMP机器人以及各种消耗巨大的弹药 再次提升了经济和通胀的所有 反观技术人在近年来面临的破纪录通胀问题 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仍然是通过央行加息 收紧市场货币流动性 甚至被迫让经济进入衰退 从而在减少居民购买力的同时 也让经济手动降温 最终缓解通货通胀 对于投资者而言 央行加息对股市的影响也不言而喻 美国三大估值在2022年就损失惨出 其中侧重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大跌33% 当然对于善于估值的犀利投资者而言 这一波巨大的回调后也许将带来更多的机会 而不同国家央行的利率差变化 也会会使交易者带来的罕见的奇迹 对于即将在未来几年连续上映的阿凡达五部曲 你会想去看吗 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我是大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